测血糖一定要知道的七个关键数值 大家好,我是陈医生 血糖多少才算达标 多少需要警惕呢 请记住这七个数值 轻松判断血糖好与坏 快点赞收藏,记下来吧 第一,血糖小于等于3.9 这是普通人的血糖下限值 也是糖友低血糖的警报值 糖友血糖低于3.9就属于低血糖 这时一定要及时喝果真,吃糖果 来补充糖分 如果频繁发生低血糖 需要尽快就医来调整治疗方案 第二,血糖小于10 普通二型糖友的餐后两个血糖 如果能控制在10以内就算达标了 也就是从进食第一口算起 两个小时的时候测得的血糖值 第三,血糖大于11.1 任意时间的血糖值 如果超过这个数 都提醒您血糖控制的不够好 要看看是不是饮食不对 或者需要调整姜糖药了 第四,血糖大于16.7 血糖一旦超过16.7 脂肪分解速度就会加快 体内同体浓度就会急剧上升 很可能会发生酮症酸中毒 此时要及时就医 第六,血糖大于等于33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数值 这时你用血糖仪测的血糖 可能已经无法测出来数值了 必须靠抽静脉血才能够检测出来 如果你感觉自己三多一少 也就是吃得多 尿得多 喝得多 体重大幅下降的情况加重 疲劳乏力 呼气有烂苹果的气味 就需要紧急就医 这时很容易出现高肾性昏迷 非常危险 最后一个数值就是7 普通二型糖有空腹血糖控制标准是4.4到7.0 糖化血红蛋白应该控制在7%以下 如果您的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在这个范围内 恭喜您控制的不错 您了解了吗 关注我带您了解更多的知识 吃他丁类药物 两种食物要少吃 否则可能会影响降血脂的效果 大家好 我是陈医生 他丁不仅可以降低血脂 还能够保护血管延缓斑块的进展 如果您吃他丁效果不好 可以先自查一下 是否因为是吃了以下这两种食物 如果吃了需要尽快改正 第一葡萄柚又叫西柚 因为西柚中含有一种叫做浮南香豆素的物质 它会与他丁类药物竞争CYP34A酶 也就是细胞色素P450酶 影响他丁类食物的代谢 导致血液中他丁含量升高 有研究就显示 高脂血症患者用柚子汁 送服落伐他丁 与用一杯白水送服相比 前者的血药浓度就高出了10到15倍 会使他丁类药物的副作用增加 第二酒 他丁类药物主要是经过肝脏代谢 而酒也是通过肝脏代谢的 服药期间大量饮酒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提高肝损伤的危险性 您了解了吗 此外建议大家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少吃或不吃肥肉和动物内脏等高挡固醇 高脂肪的食物 适当摄入鱼肉牛奶瘦肉豆类 以及豆制品等蛋白质类食物 这样更有助于降低血脂和维持身体健康 三个简单动作帮您降低31.5%的血糖 有研究显示 间断 蹲坐 垫脚尖和提膝 展宽 这三个动作有助于降低血糖 改善胰岛素抵抗 研究发现每坐30分钟 进行三分钟活动 可以降低31.5%的血糖 和26.6%的胰岛素抵抗 下面就教大家一些具体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 蹲坐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双臂向前伸展 然后模仿坐椅子的动作 蹲下站起来 坐20次每次三组 接着做下一个动作 找一张椅子放在前面 双手放在椅子上扶着 垫脚尖 同样坐20次每次三组 最后提膝展宽 身体站直 双手插腰 双腿交替上提 提到自己的极限 做15次 每次三组 坚持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快去试一试吧 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帮助到你 记得多了解多学习哦 别忘记点赞关注 这三类蔬菜会导致血糖飙升 一定要少吃 大家好 我是陈医生 视频结尾给大家总结了 哪些蔬菜适合糖友吃 记得点赞收藏 第一类 高淀粉类蔬菜 比如红薯 土豆 芋头 南瓜 莲藕等 这些蔬菜 淀粉含量较高 如果当成蔬菜吃 会导致餐后血糖飙升 正确的吃法 是当成主食 替代部分 馒头 米饭来吃 第二 高盐腌制类蔬菜 比如咸菜 泡菜 酸菜等 这些菜在腌制时 都会放入大量的盐 糖友吃后 不仅会影响血糖 还有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 影响血压控制 第三 高飘零类蔬菜 比如香菇 豌豆等 飘零是代谢后 产生尿酸的物质 对于某些糖友来说 摄入过多的飘零 可能会增加患痛风的风险 所以咱们糖友在食用这类蔬菜时 需要注意量 哪些蔬菜适合糖友吃呢 第一类是瓜类蔬菜 像黄瓜 冬瓜 苦瓜等 它们一般水分含量高 热量低 适合糖友吃 第二 绿叶蔬菜 像油菜 生菜 芹菜 韭菜 等 它们一般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且含糖量较低 是糖友们的理想选择 第三 茄果类蔬菜 比如茄子 西红柿 青椒 等 它们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含糖量相对较低 可以作为糖友日常饮食中的一部分 最后再提醒大家 在吃蔬菜时 还要注意烹饪方式 最好选择清蒸 水煮 凉拌等 低油 低盐的烹饪方式 避免油炸 煎炸 煎炒 等高油的烹饪方式 这样不仅能够保持蔬菜的营养价值 还有助于控制血糖 三个方法 自查糖尿病眼病 大家好 我是陈医生 今天教给大家三个方法 自查是否有糖尿病眼病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 对照看一下 非常简单 第一 使用阿姆斯勒方格表 自查眼底 将方格表放在距离眼睛30厘米的地方 交替遮住一只眼睛 凝视表格中心的黑脸 如果表格中心出现了黑影 遮挡缺损 线条扭曲变形的情况 可能提示眼底黄斑病变 请尽快前往医院检查 第二 要留意早晨起床后的视力情况 一般早上视力最好 但如果你感觉看东西 比平时要模糊 或者眼前有黑影 要警惕视网膜病变了 第三 要观察视力的变化 如果您感觉视力明显大幅下降 在更换近视镜后也没有好转 这可能就是糖尿病眼病的征兆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 虽然以上方法可以帮助你自查糖尿病眼病 但他们并不能替代专业医生的检查 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 赶紧到医院去检查 千万别拖着 早发现早治疗 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别忘记转发给身边的家人朋友 让他们也注意起来